欢迎来到凡有所想,我是小凡 斐济位于西南太平洋中心,由322个岛屿组成 这些岛屿大多是珊瑚礁盘绕的火山岛 有一半都是无人岛 87%的斐济人口分布在两个主要的岛屿上 一个是维提岛,另一个是瓦努阿岛 在维提岛的西北方向有一组岛群叫亚瑟瓦群岛 由大约20个火山岛组成 其中有一个面积只有2平方公里的小岛 叫做海归岛 海归岛原本是个无人岛,岛上只有野山羊 但在上世纪70年代 美国百万富翁理查德·埃文森买下了这里 请附近的村民帮他清理了岛屿 建造了一间简陋的小屋 作为他私人度假的地方 80年代,好莱坞电影《蓝色泄湖》在这里拍摄 埃文森把电影场地费用于开发房产 把海归岛变成了一个豪华的度假村 岛上有14栋小别墅,12个私人海滩 还有婚礼教堂和酒吧 每栋别墅都配有私人管家 在这里游客可以进行骑马、比划艇、冲浪、潜水、钓鱼等户外活动 还能享受奢华健康的海鲜大餐 工作人员每晚都会举办集体派对 游客可以选择参加集体派对 也可以选择安静地享受私人晚餐 当然了,这么豪华的环境、食物和娱乐项目肯定是不便宜的 每晚的起步价是3500美元 所以,这里向来都是有钱人的度假村 很多名人和政治家都喜欢来到这里度假 布兰尼和她的第一任丈夫就曾在这里度过蜜月 2022年7月7日 一对美国夫妇来到海归岛度蜜月 丈夫叫布拉德利·道森 38岁,是一名IT工程师 妻子叫克里斯特·陈 36岁,是来自中国的移民 中文名可能叫陈娇 是一名药疾师 两人在2月份刚刚领证结婚 入住后的第二天 7月8日晚上 夫妻两人参加了岛上的集体派对 一度玩得很开心 还喝了很多酒 到了第二天早晨 夫妻两人都没有出门吃早餐 私人管家来到他们的别墅 发现门上挂着请勿打扰的牌子 到了中午 管家还是没有见到他们的身影 也没有见到夫妻俩去吃午饭 于是管家拿了一把备用钥匙 打开了房门 发现陈娇倒在酒店卫生间里 已经没有了呼吸 而她的丈夫道森 却人间蒸发了 工作人员找遍了整个海归岛 都没有道森的身影 他们向斐济警方报了案 警察火速赶到了案发现场 只见陈娇倒在马桶和墙壁间的窄缝中 浑身是血 浴室的地板和墙壁上也有血迹 尸体旁边的马桶水箱盖 以及浴室窗户玻璃都已经破裂了 从现场来看 似乎这里曾发生过激烈的打斗 法医对陈娇的尸体进行了检查 发现他身上有多出外伤 脸部有撕裂伤 最严重的是 头部受到钝器击打 导致陈娇死于严重的颅脑外伤和脑出血 警方仔细查看了夫妻二人的房间 发现陈娇的手机、钱包、护照都在 丈夫道森的手机也在 但钱包和护照却不见了 在酒店外不远处的沙滩上 警方还发现了道森的GPS手表 在警察看来 这一切都表明 这里发生了谋杀案 凶手犯案后选择了逃跑 因此 警方立即就派出了一个小组 在附近寻找失踪的道森 谁也没想到 在这个妇人度假村里 一对新婚夫妻的蜜月之旅 竟然变成了一场噩梦 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陈娇的父母来自中国 他在美国田纳西州的孟菲斯出身长大 是家里的独生女 陈娇家境富裕 经常和父母一起进行豪华旅行 必把这些旅行照片发到社交媒体上 朋友说 陈娇是一位活泼开朗 甜美善良的人 为人慷慨 幽默风趣 愿意随时为任何人提供任何力所能及的帮助 是那种可以和任何人交朋友的人 从她的为人处事当中 朋友们看不到任何不好的地方 成年后 她在强生大学接受了糕点项目的培训 成为了一名面包师 在2014年左右 陈娇来到丹佛 开了一家面包店 主要卖各种美国南方的面包主食 然而成娇一直希望能成为一名药疾师 在2017年 她决定关闭面包店 回到孟非斯 去田纳西大学学习药学专业 成娇在学校里表现优秀 因为卓越的口头和书面沟通能力 还获得了2021年学校颁发的卓越学术奖 2021年5月 35岁的陈娇 从田纳西大学健康中心药学院毕业 随后 就在当地一家连锁超市的药店担任药疾师 除了日常工作外 陈娇也参与科研项目 她的研究课题是 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 特别是在低收入地区 可以看出 陈娇有一副乐于助人的热心肠 陈娇初次见到道僧是在2015年 当时两人在策划一位共同朋友的单身派对 之后 他们并没有太多的联系 在2021年11月 两人在孟非斯重逢 道僧当时在一家名叫青年村的非隐匿机构 担任IT工程师 这是一个帮助儿童的慈善机构 朋友说 陈娇和道僧可能是因为对慈善和长跑的共同热爱 而走到一起 在一起不久后 两人都认为找到了相伴一生的挚爱 于是在认识短短三个月后 就领证结了婚 他们在孟非斯一家酒店里 举办了一场大约只有20个人参加的小型婚宴 结婚后 两人在埃尔泽大道 共同买下了一套价值25万美元的双层毒栋 作为新房 从网上的各种照片来看 陈娇和道僧似乎非常恩爱 结婚五个月后 两人决定去度蜜月 道僧对斐济情有独钟 提议去海归岛度蜜月 陈娇看到海归岛风景如画 犹如天堂 也非常喜欢 于是两人来到了海归岛 这趟旅程的所有费用 是由陈娇的父母资助的 老两口都希望 女儿和女婿能有一个难忘的蜜月旅行 陈娇还对朋友说 能去那么漂亮的地方度蜜月 她非常兴奋 同时也很期待结婚生子的生活 没想到 到了7月9日 陈娇的父母就接到了女儿去世的电话 刚开始 老两口还以为是有人故意恶作剧 因为在他们眼中 自己的女儿和女婿刚刚结婚 如交似妻 非常恩爱 怎么会在蜜月旅行中闹出人命呢 距离海归岛 1.2公里外 有一座马塔卡瓦洛乌岛 岛上住着当地原住民 在密案发生的第二天 7月10日 一位岛上居民发现了道僧 名叫马洛阿的岛迷说 在7月10日下午3点左右 他在一个偏僻的海滩上 看见了道僧 道僧穿着一件棕色T恤和短裤 衣衫不整 好像刚刚睡醒的样子 他的手掌和脚部都是瘀伤和血迹 岛民推测 可能是他掉进了附近的海中 海里的珊瑚导致了道僧受伤 道僧看见岛民后 显得很不安 岛民给他带来了水和食物 问他需不需要帮助 道僧却一直在拒绝食物和水 说自己没事 岛民闻到他一身酒气 坚持让道僧喝点水 道僧这时候突然对岛民说 拜托我需要报警 之后 道僧还一直喃喃自语的说 我们吵架了 我们吵架了 岛民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道僧也没有提到妻子陈娇 于是岛民问他是从哪里来的 道僧说 他是在凌晨两三点的时候 从海归岛划着皮划艇过来的 岛民听说后感到很震惊 因为在整个亚萨瓦群岛 有很多的度假村 其他岛上的游客 也会经常出现在这里的海滩上 比如徒步旅行者 冲浪者和浮潜的游客 但岛民们却很少见到 从海归岛过来的游客 因为海归岛上都是非常有钱的人 他们很少会脱离保镖单独出行 于是岛民很快就通知了警察 警察赶到后将道僧带回了海归岛 之后又送到了维提岛上的牢托卡市 由斐济的司法部门展开对案件的调查和审讯 警方在道僧身上发现了他的护照 钱包以及他和陈娇的信用卡和驾驶证 另外还有1000多美元的现金 在被抓捕的当天 道僧向警方承认他杀死了陈娇 但他当时并没有在认罪声明上签字 而当道僧会见了律师后 他就死活也不认罪 说他和陈娇当晚都喝多了 发生了争吵 两人吵了一通后 他想让妻子冷静下来 于是离开了酒店 去到了沙滩上散步 他并不知道妻子是怎么死的 道僧明明都已经认罪了 就因为没有在声明上签字 所以法官不认可这份认罪声明 而警方也没有办法 只能寻找道僧犯罪的证据 他们要求道僧提供DNA标本进行鉴定 没想到也被道僧拒绝了 他不仅不认罪 还上诉申请假释 好在法院驳回了他的申请 在监狱中 道僧接受了采访 他对记者痛哭流涕的说 陈娇是他的一切 一想到妻子不在了 他就很痛苦 他无时无刻不再想着妻子 他们本该过上精彩的生活 警察见道僧一副 死鸭子嘴硬的态度 于是找来了当天晚上 在海归岛上的其他人 有多名目击者都说 道僧和陈娇在7月8号晚上 在派对上发生了争吵 之后有游客听到 这对夫妻的房间里 传出了巨大的砰砰的声音 还有夫妻两人的争吵声 听起来场面一度失控 于是有游客向工作人员投诉 但工作人员却并没有前来查看 海归岛每天晚上都有守夜人 当晚的守夜人说 他看到道僧在凌晨时分 在岛上行走 然后回到了他的别墅 面对这么多证词 道僧只好改口说 他当晚的确和妻子发生了肢体冲突 导致窗户和马桶破裂 当时陈娇受了伤 坐在马桶旁边 脸上有伤口和血迹 这一幕把他吓坏了 于是他划着皮划艇逃离了海归岛 不过他强调 当他离开酒店时 陈娇并没有死 他还活着 如果陈娇当时还活着 为什么没有从厕所出来呢 道僧又为什么会逃跑呢 很显然 道僧还在说话 试图减轻自己的罪心 陈娇和道僧真正认识的时间 只有八个月 正式交往的时间 只有半年左右 如果按照心理学家 对爱情分出的几个阶段来看 他们正好处在热恋期 在这个时期 因为荷尔蒙的作用 情侣之间 往往只能看到对方好的一面 因此会觉得 爱情非常甜蜜 但实际上 陈娇真的了解道僧吗 虽说他在美国从来没有犯罪记录 但道僧真的像陈娇想象中那样好吗 媒体找到的道僧 在大学时期交往过的前女友 透过她的讲述 我们得以看清 道僧的真实面貌 这位前女友 名叫克里斯汀贝克 她和道僧都曾在 田纳西大学读本科 他们在2005年相识 很快就疯狂的坠入爱河 感情发展很迅速 也很强烈 这样热烈而迅速的恋爱过程 后来也发生在陈娇和道僧之间 贝克说 道僧的确是一个看上去很有魅力的人 总是想赚很多钱 去旅行 去过奢侈的生活 他对斐济向来都情有独钟 嘴里总是念叨着 斐济 斐济 我想去斐济 然而 道僧有时会表现出 很强的嫉妒心和控制欲 还非常善于 在言语上操纵和威胁别人 特别是喝完酒后 完全就像变成了另一个人 于是 两人交往一年后 贝克就想和道僧分手 但道僧却对贝克动了手 贝克还透露 道僧在2019年 曾和另一名女子结过婚 媒体调查得知 道僧的这段婚姻 在2022年1月份已离婚告终 但并不清楚 道僧为什么要离婚 不过可以推断出 道僧在和陈娇恋爱时 还处于已婚的状态 这一点 陈娇很可能是不知道的 否则以他的性格 应该不会选择和道僧闪婚 所以 在他们的这段关系中 究竟有多少谎言 恐怕只有道僧才清楚 虽然道僧到现在还拒不认罪 但通过其他人的证词 和道僧第一次认罪的口供 基本可以拼凑出 当天晚上的真实情况 道僧被逮捕的第一天 他曾向警方交代 事发当晚 他们参加了岛上的集体派对 工作人员和其他游客 都喝得烂醉 他们玩得很开心 道僧喝了一种 斐济当地的传统饮料 叫做卡瓦酒 然后他开始跟大家一起跳舞 陈娇在旁边 也点了一些酒喝 道僧跳着跳着 就开始和派对上的其他女生靠近 行为非常不检点 看上去就像在调情 这引起了陈娇的醋意 两人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 然后陈娇可能从工作人员口中得知 原来道僧和前妻 也是在海归岛渡的蜜月 这彻底激怒了陈娇 两人争吵了几句后 就离开了派对 他们先是在海滩上发生了争吵 在午夜时分又双双回到了别墅 继续争吵 隔壁套房的客人听到了他们的争吵声 之后还听到一声巨大的尖叫声 然后是一片寂静 道僧说 在他们回屋的路上 争论了一些事情 他已经记不起来了 因为他喝醉后会断片 回到房间后 两人换上了睡衣准备睡觉 道僧想缓和关系 试图拥抱陈娇 但陈娇很生气 还说他也不知道还要不要继续和道僧在一起 于是两个人继续爆发争吵 从卧室吵到了厕所 在厕所里 陈娇推了道僧一把 然后 道僧彻底失去了理智 和陈娇发生了肢体冲突 扭打在一起 道僧说 当时的情况好像很糟糕 马桶水箱的盖子坏了 窗户的玻璃碎了 马桶里也一片狼藉 当他们扭打结束后 陈娇就在马桶旁边的窄缝当中坐了起来 脸上还流着血 警方推测 道僧很可能是用马桶水箱的盖子 击打了陈娇的头部 导致水箱盖破裂 陈娇的头部也受到重击 死于脑出血 道僧和陈娇是在凌晨时分回到的别墅 而道僧又是在凌晨两三点 划着皮花艇离开的 中间还被守夜人看到 他在沙滩上行走 然后回到了别墅 所以当时的情况可能是 道僧见到陈娇 伤势严重 没有了呼吸 被吓到了 于是来到了沙滩上 冷静了一下 思索对策 思考过后 他决定逃离匪迹 但大半夜的 没有船只 所以他只能选择皮花艇 希望能从海归岛 滑到围体岛 离开匪迹 下定决心后 他回到别墅 拿了钱包 护照 驾驶证 现金和信用卡 然后坐上了皮花艇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越黑风高 根本就无法辨别方向 他正好滑向了 相反的方向 来到了马塔卡瓦勒乌岛 被岛上的居民发现 目前为止 道僧仍然没有认罪 但他愿意交出护照 留在斐济等待审判 下一次审判 预计会在2023年初 如果道僧的谋杀罪名成立 他将面临的是终身监禁 成交的父母在女儿死后来到了斐济 由于成交生前遭受了严重的殴打 无法进行防腐剂处理 所以父母也只能选择将尸体火化 把他的骨灰带回了家 希望成交能在天国得以安息 好了 看完整个事件 你有什么想法呢 欢迎留言评论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 别忘了点赞和关注我的频道